大家好,我是黑医生,关注黑医生,健康不挂克 你是否曾经担心过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是否因为某一种食物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而犹豫不决呢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揭示一个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恶行糖尿病与水果的关系 那你知道吗,全球每年都有数百万人被诊断为恶行糖尿病 而其中很多病例与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今天我将深入地探讨恶行糖尿病与水果之间的关系 并揭示一些常见的迷思 那首先我们从一个震撼的事实开始 那你知道吗,恶行糖尿病在全球的情况有多严重吧 这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最近有一项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研究发现在2018年全球有1410万新发的恶行糖尿病的病例 那这一项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饮食中的某些因素 与糖尿病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那这一项研究呢,评估了 1990年和2018年184个国家当中 由于11个饮食因素导致的恶行糖尿病的发病率 研究发现了,2018年全球有1410万新发的恶行糖尿病的病例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些病例当中有高达70.3%的这种饮食因素导致了这一个糖尿病 也就是说70.3%的病例其实都是跟饮食有关系的 这意味着我们的饮食对我们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 那你可能会问,是哪些饮食因素导致了这么高的糖尿病的风险呢? 接下来呢,我将为你揭示这些隐藏的元凶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全古物摄入太少了 全古物呢,比如燕麦、大麦、小麦是非常健康的食物选择 它们富含这些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可以帮助稳定血糖水平 但是呢,研究发现啊,全古物摄入不足与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占了26.1% 那么这种占比,这种影响就比较大了 这意味着呢,为了降低化恶性糖尿病的风险 我们应该啊,增加全古物的摄入量 那么第二个饮食因素呢,就是金米白面摄入太多了 虽然,这些金米白面其实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 但是过多的摄入这些食物的话,可能会增加坏糖尿病的风险 占比占了24.6% 这是因为呢,金米啊白面在加工的过程中 先后呢,会失去啊,很多很多很有益的营养成分 比如说一些纤维 那这呢,就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快速上升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加工肉摄入太多 加工肉,比如说香肠啊,火腿啊,培根啊等等 往往呢,都还有大量的盐,脂肪,还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 那研究发现,加工肉摄入过多于20.3%的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应该要限制加工肉的摄入 并选择更多的一些新鲜的瘦肉或者鱼肉 那么通过了解这些饮食的因素啊 我们可以更加明智的去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 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加分 好,那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水果跟恶性糖尿病的真实关系 接下来就跟大家揭示一个可能会颠覆你对水果的认知的一个事实 那么你是否曾经听说过 就是说,摄入过多的水果会导致血糖上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都会听有人说 吃太多的水果会导致这个血糖上升 从而能增加坏糖尿病的风险 那么这样的说法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呢,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 就是新鲜的水果跟果汁之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的 明显是不一样的 因为新鲜的水果不仅仅富含纤维 还有大量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抗氧化剂 那这些成分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稳定血糖的 减缓这种消化的速度 并提供了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所以呢,适量的摄入新鲜的水果 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健康的 但是呢,果汁它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尤其是有一些商店里面购买的一些加糖的这些果汁 它们往往还有大量的糖分 缺乏纤维 这可能呢,就导致这个血糖快速的上升 长时间大量的摄入这种果汁 可能会增加恶性糖尿病的风险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水果呢,经常被视为健康的一种食物 但是呢,由于不同的水果它的糖分的含量啊 这个升糖指数啊,这种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更加明智的去选择 那么我们啊,如何去确保我们选择的这些 水果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口感又能够保证健康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低糖分的水果 比如说苹果,比如说蓝莓等等 这些都是低糖水果的代表 那么这些低糖的水果不仅仅糖分相对比较低 而且呢,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 它们不仅仅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营养 还能够啊,帮助我们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其实呢,对血管的一个保护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这些水果适合我们日常去吃 特别是对于那些关心血糖,关心血管的人 或者说正在减肥的人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那么第二个,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高糖分的水果 或者说减少对它们的摄入 比如说葡萄,波罗等等 这些都是高糖水果的典型代表 像榴莲也是 它们虽然味道很好,口感鲜嫩 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些水果的味道 但是过多摄入会导致这个血糖的快速上升 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血糖来讲就非常不好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减少 要限制,特别是吃完饭以后 还吃大量的这些高糖的水果 那就非常不利于健康 好,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果汁啊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市面上有一些商店买的这些果汁添加大家 大量的这些糖分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血糖的迅速上升 大家最好还是选择这些新鲜的水果 选择这些低糖分的 选择这些低升糖指数的水果 那么就会好一点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这些哪些水果它的一个升糖指数比较低 选择这些水果 那么对于血糖的控制 包括就是预防恶性糖尿病 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总之呢,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预防恶性糖尿病的一个关键因素 水果呢,是我们饮食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选择正确的水果 选择正确的摄入的方式 希望今天的科普啊,大家能够更加明智的去选择食物 为自己的健康加分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收藏、评论、转发 好的,关注回车,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